而事发五天后 民众怒火难息 引爆大规模抗议 顶不住压力 内阁宣布总辞 李巴嫩总理迪亚布 时候透过电视演说 宣布内阁总辞 但也不忘甩锅 指控历任政府的 无能和贪腐行为 得为爆炸承担责任 但外媒却踢爆 国安官员早在两个星期前 就警告总理和总统 港区仓库囤放的 2750吨硝酸胺极度危险 却被一督不回造成悲剧 而现在噩梦恐怕还没结束 我们看到了 有几个固碍的危险 然后我们看到了 有几个固碍的固碍 法国清除小组表示 在港口发现了至少20个 装有危险化学物质的储存箱 其中还有几个正在外泄 目前正在处理中 尽管各国专家介入 提供后续协助 但中东小巴黎 被炸的面目全非 李巴嫩政府高层 恐怕难辞其咎 三连新闻 赖一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